歡迎收看笑著笑著就哭了第二集 我是主持人微笑 我是阿笑 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會跟大家來分享 繼續分享生命的故事 先來介紹一下這邊的場地 這邊是哪裡 這裡是希拉生活 希拉生活 希拉生活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就是一個坐落在大直巷弄裡的咖啡店 它其實是一個和表演藝術跟咖啡的一地方 那當然歡迎喜歡聽音樂 喜歡文創 喜歡表演 舞蹈課的朋友享受咖啡 好 就是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一組樂團 是什麼樂團 有意識樂團 唉唷 唉唷 最熟悉的莫山 最難說是 插花的那一個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讓大家跟團員們互相認識一下 新的團員 就是團員有誰 OK 那我們就掌聲 可以掌聲歡迎嗎 不然你要掌聲歡迎 好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 有意識樂團 好 我們是 有意識樂團 好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有意識樂團 那我們就分享一下好了 我們從阿笑那邊開始 好 大家好 我是有意識樂團的主唱阿笑 耶 耶 大家好 哇 歡迎歡迎我們的主唱阿笑 歡迎歡迎 對 號稱Keyboard手的士軒 最帥的那個 你是說重線嗎 你這樣把球丟過去 顏值燈燈 顏值燈燈 顏值燈 最新的電吉他手 重線 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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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也沒電吉他手啦 但是 謝謝你的加入 很重要很重要 重線 大家好 我是團裡的 貝斯手 冠傑 我附的是 重量級的部分 可以 重量級 可以 他都跟大家說 冠傑他除了 貝斯之外 他還會一向樂器 你又要現在跟大家分享 那是個驚喜 那是個驚喜 好 我們下一次 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是團長 就是微笑 嗨 OK 你怎麼那麼尷尬 我們真的需要有重量級跟輕量級和最帥的男神來 來 來 來讓我們當中 OK 完彼此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有一點時間 來做一個簡單的分享故事 今天邀請到士軒和仲憲 要來跟我們分享關於工作上面 或是做什麼的 今天分享這個工作故事 我覺得還蠻 還蠻有趣的 還蠻拭目待的 對吧阿笑 好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每個人其實都有不同的工作 然後我們都是因為自己的興趣 所以創建出友誼四月團到現在 應該有個兩年多 一行期間 對 一行期間我們就創立了 所以到現在這樣 然後有一個全新的面貌 那我跟冠傑還有仲憲 其實我們是同個工作者 可是我跟仲憲 又是比較特別 我們有點像兄弟黨的感覺 對 對 所以呢今天 我們好好聊一波 大家可以好好來聊一下 那除了仲憲跟這個四軒 呃 仲憲跟四軒之外 謝謝 對沒錯 我們在接下來的某一集裡面 我們也會邀請到冠傑來跟我們分享關於他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相信他的故事一定也是重量級的 沒錯 接下來我們就看我們的生命故事的號囉 OK 我們用掌聲來歡迎 仲憲和四軒 謝謝 各位 我們來個左鼠來寶姿 今天我們來到最寶姿 我們把你的氣勢現在還藏你手 好了 不要鬧 這段時間我想 跟觀眾朋友能夠稍微簡單分享一下 我們關於我們的生命故事 我們在剛剛說到說我們邀請到一對兄弟黨 那我們要來問他們為什麼他們是兄弟黨 那他們又在做什麼工作 我們可以先請仲憲來跟我們簡單分享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仲憲 那我跟士軒呢 目前我們是在中國人壽 當作我們的保險業務員 那我們為什麼是兄弟黨呢 因為我們是直屬的關係 我發現那個仲憲那個咬文訣字很震驚耶 讓我不得不 好 也很要很震驚的回事 沒錯的 是 沒錯 謝謝那個仲憲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要 不要隨便投資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士軒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為什麼是 他的 他的 上司 我頭照 我剛剛好嗎 好啦好啦 我會想要進入到中國人壽 這麼沉重就對了 很沉重嗎 而且會很沉重嗎 這個 沒有看你那位重量解重 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想問他你們說 為什麼你們會想要成為這個中國人壽的議員 為什麼他一起 工作呢 其實我的直屬是慣的 然後他是我 有點像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個大哥 所以我就信任他 那在30歲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欸 疫情的關係然後加上想要挑戰業務 然後也覺得說 欸 跟著他會成功 像一個改變 因為一個人的情 OK 情這個字啦 一見幾 我想到一句成語 算成語嗎 什麼 好像所謂的叫做 師傅臨近門修行在客人 不是成語 我覺得 你剛剛很擔心你講什麼 我剛剛真的蠻擔心 我剛剛講什麼都捲起來了 請仲憲來分享一下 好的 他剛剛是沒有想太多 我可能是想得太少 想得太少 上一份工作呢 離職之後呢 我原本想要轉換成業務的工作 對 所以在因緣機會下 比如說有人介紹的 然後才認識到四選 然後加入他們這個 對 我們在今天呢 我們也偷偷各為你們 預備了三個問題 你們準備還要介紹什麼 太驚訝了 偷偷的 有三個問題啊 我都不知道耶 會不會我們問完之後 你們就 分開了 拆散了 我們沒有預備這麼犀利的問題 然後阿笑來跟這個 仲憲來提問一下 第一問題是你覺得 事先這個主板如何 沒有 不是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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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的 有 你說 你是如何在這個 業務的產業裡面 去尋找和發覺自己的潛力 最近是自己真實一面的 那也最了解自己的優點跟缺點 是哪一些 所以呢 當你進入新的產業的時候 你首先要發揮你自己本身的優點 所以你要放大你的優點 那第二個 當然每個人都有缺點 所以自己的缺點 也要想盡辦法來補足自己的缺點 那這樣的話 才有辦法在這個產業上 大概足夠長久 嗯 我覺得分享的難 我覺得非常難 所以你覺得 視訊有什麼缺點 我覺得 我覺得 你是故意想要吹一聲 不是阿 這樣以後不是缺少 就滿醜 就是缺少 就是缺少 就是他送的 今天是我們的最後一集 大家 第一集是最後一集 第二集是什麼 心肺也差不多了 我現在就是串場了 視訊的問題 所以 我相信 你是說他們有認真想播嗎 有 都有 所以你問我隨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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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這樣子 這集就是團員大分練 就是這樣子 我們才剛亮相而已 我們知道為什麼 上次1.0的會走了吧 我想問四軒說 就是 你在職場中 你在追求工作夢想的 重要性的原因是什麼 那 你是如何找到自己職業的目標 或者說 可能你鼓勵 現場的觀眾嗎 現場的觀眾 現場的觀眾 大概有2300萬人 我們大概 全台都在這邊 太棒了 目標嗎 其實我目標 也滿簡單的 我當初就是 覺得說 呃